飞鱼姑娘 从前,海岚岛青南港有个孤儿叫阿青 父母去世时,没有什么财产遗留给他 没有父亲生前交给他一身捕鱼的好本领 阿青年轻力壮,勤劳朴实 中年靠出海打鱼虎口度日 那时青南港有个狠毒阴险的大鱼坝 到处恒心霸道,弃压残汉善良人民 当地渔民都叫他鲨鱼王 阿青因为安葬父母欠了鲨鱼王一笔债 年复年,力滚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有一天,刮风下雨,天上雷声隆隆 海上巨浪滚滚 鲨鱼王还硬逼阿青给他出海捕鱼还债 阿青的渔船和渔网都是猪鱼罢的 命运捏在人家手中,没办法 只得冒险出海去 到了海上,渔船时而被抛上高高的浪尖 时而被吞没在深深的波谷 阿青想起那年父亲遇难时 也是这般险恶情景 他越想越悲伤,不禁欺然长叹起来 大海啊大海,你为什么这样狠心啊 难道一定要我走父亲的死路吗 说着,他愤然抓起渔网,使劲地向海面撒去 好像要把整个大海罩住,镇住狂风恶浪似的 忽然间一道荧光裂过海面 只见一条银铃闪闪的飞鱼从海里藤月而起,落在渔船上 与此同时,海上顿然风吹雨停,波平浪静 那飞鱼上船之后,拖去林依和飞翅 变成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站在阿青面前 接着,姑娘又对着拖下的林依吹一口气 林依顿时变成一张银丝散亮的渔网 姑娘再把两只飞驰往海里一只 飞驰变成了一只双微的新船活在水面上 这一梦幻般的情境使阿青看眨了眼 不觉又惊又喜 交见林依的飞鱼姑娘走到阿青跟前说 不要发愁,不要悲伤 从此,咱们有自己的渔船和渔网呢 说着,她将了荧光闪亮的渔网交给阿青 阿青接过这张从未见过的顶好渔网 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只轻轻用力一抛就将渔网撒出老远 飞鱼姑娘凝巧地帮着阿青拉网 哟,满满胀胀一网鱼被拉上船来了 这一天,她俩齐心合力,捕了满满的两船鱼 阿青对飞鱼姑娘百般感激 飞鱼姑娘也对阿青十分钟爱 从此,飞鱼姑娘变成了阿青的爱妻 她俩把打到的鱼抵了载 并把珠来的船和网还给了鲨鱼王 渔民们为阿青和飞鱼姑娘的新婚和幸福而高兴 他们尽兴地喝着香醇的龙虾酒 唱起动听的咸水歌 跳起欢乐的撒网舞 热热捞捞的庆和一番 不料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鲨鱼王耳边 她肚恨交加,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第二天,她在码头见到了飞鱼姑娘 飞鱼姑娘的美丽使她垂涎欲滴 她和管家亲戚们三番四次商量 终于设下抢夺飞鱼姑娘的圈套 那天适逢亲民节 鲨鱼王大摆宴席 叫管家请阿青上门做客 阿青本来不愿意去 但又害怕得罪了恶霸 婴儿正好硬着头皮 准备去鲨鱼王家 临走前飞鱼姑娘给阿青约法三章 不要收入礼物 不要过夜 不要多喝酒 阿青到了鲨鱼王宅院 鲨鱼王送无冬米给她 被她拒绝了 鲨鱼王要留她过夜 也被她拒绝了 鲨鱼王请她上席喝酒 这下子可不好对付了 鲨鱼王满脸堆笑地对她说 阿青,恭喜你啊 恭喜你福星高照 讨了个贤惠漂亮的老婆 来,为你的幸运 为展熟纸的交情 阿青,干杯 阿青从无酒量 一杯烧酒刚落肚便满脸胀红 有点不由自主了 她被鲨鱼王一连灌了几钟 绿杰醉得迷迷糊糊 昏睡过去 当下鲨鱼王喜得发狂 冷水将阿青临醒 把事情告诉了她 阿青不禁大吃一惊 阿青深深深怨恨自己不该忘记妻子的冰主 多喝了酒 多喝了酒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只有把虎引入龙潭方能把虎吃掉 于是两口子马上升起攻番连夜出海 果然不出所料 船刚出港部远 鲨鱼王便带着一帮嘉宾冲冲而至 他望着渐渐远去的翻影 气得直跺脚 急忙命令嘉宾开船追赶 一直追赶到七周阳上 七周阳,七周阳 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 阿青凭着一身酒精风浪考验的行船本领 和不畏艰险的勇气 把船驶进了七周列岛礁石去 她在船尾稳超舵,拔准方向 对于姑娘在船头观察险情 两人互相配合 船向游龙似的在礁石虫间穿来绕去 鲨鱼王追上来了,近在咫尺 可就是怎么也挨不上阿青的船 记得他嗷嗷直叫 靠上去,快靠上去 那帮家丁被风浪变得晕弦不堪 一个个活向发温机 被鲨鱼王一喝更是慌乱 阿青故意使自己的船和他的船不及不离 以免大声嘲弄鲨鱼王说 喂,快过来吧,过来我就把飞鱼姑娘送给你 鲨鱼王被他一击 更是气得蹊跷冒烟 狠不得纵身跳过去 把飞鱼姑娘抢过来 他气冲冲的一脚剔开掌船的嘉丁 一手夺过舵饼 来了个挤满舵 船走了个枝子形向前冲去 眼看就安上前途的船了 阿青巧妙的把舵饼一转 船便闪开了 砰的一声巨响 鲨鱼王的船撞在礁石上了 被震昏了的鲨鱼王连同破船 一块沉下海底了